每次換濾芯只要一千塊對不對 差不多啦 差不多一千塊你自己買材料 轉一轉 其實它跟R2那個機型很一樣 轉下來把濾芯塞回去再轉緊 所以你每年只要換一千塊 就省下四千八 就是我最近 我們家那個安利進水器 因為我有申售這個 四千八百五十塊的痛苦 因為一年都要換一次 然後那個濾芯還真的稍微有點髒 那我覺得真的每年都要換 後來我聽中輝哥的建議 四千兩千八給他換下去 然後每年只要花一千塊 就可以讓安利這個進水器啊 至少多撐個兩年 就是本來一年換變兩年換 這是我最近從他身上學到的 所以我覺得各位可以幫中輝哥介紹 就是家裡有裝安利進水器的 可以請中輝去前端裝一台這個 每年省下四千八 各位覺得有沒有省到錢 光裝這個就省到了 那也不是說這個永遠不用換 你可能本來一年要換的 變成兩年才換 甚至三年才換 因為前面已經把大部分要過濾的 都過濾掉了 對